把鸡放入电饭堡,加上一把茶叶,不放一滴油和水,出锅比烤鸡还要好吃,真的是太香了,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 如果看完视频没有学会,我带着鸡去您家找您。 嗨,大家好,我是小苏,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 很多朋友把鸡买回来之后,都是直接用清水冲洗一下,其实这样就大意了。 商家把鸡斩杀之后,都是只管洗白,会再进行下一步的处理。 鸡的表皮有一层汗皮,上面也布满了大量的细菌以及寄生虫,所以被人们称为藏毒大户,会特别的脏。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用食盐来搓洗,因为食盐成颗粒状有摩擦感,可以搓洗掉鸡表皮的汗皮层, 而且还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 我们把整只鸡,里里外外的都搓一遍。 然后我们把鸡简单的修剪一下。 首先我们需要剪掉鸡屁股,这个部位是淋巴线比较集中的地方, 而且还有毒素,都会沉淀在臀肩内。 所以最好不要食用,还有鸡屁股边上,肥油也需要剪掉,这个地方看着就油腻腻的,没有丝毫的食欲。 它上面也会集结很多的淋巴,而且这两块全部都是肥油,没有皮脂更没有瘦肉,吃起来对身体没有任何的好处。 最后我们把指甲修剪干净,避免在啃食的时候被抓伤。 处理完毕之后,我们放入流动的清水下,把鸡冲洗干净,鸡肚子里面也一定要清洗干净。 清洗干净之后,我们准备上三根牙签,往鸡肉上搓一搓。 特别是鸡胸肉,鸡大腿肉,这些皮肉都比较厚实,一定要多搓一会儿。 这样后期制作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入味,吃起来也会更香。 处理完毕之后,放在一边备用。 接下来,我们准备一块生姜。 先给它切成薄片,然后改刀成细丝。 再准备十来根小香葱,给它切成长段。 放入盘中备用。 接下来,我们调一下腌制的底料。 碗中加入一小勺的白胡椒粉,一小勺十三香。 再往里面加入四勺生抽,入个底味。 两勺老抽上色。 最后,放入两勺蚝油提鲜。 然后把调味料搅拌均匀了,放在一边备用。 现在,我们往鸡里面加入一小勺的食用盐。 给它入个底味。 再放入切好的葱姜去腥。 接下来就很轻松。 我们用小葱和生姜,来给鸡做一个全身的按摩。 使鸡更加的放松。 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的鲜美。 鸡肚子中也要按摩一下。 然后塞满整个葱姜。 再把调好的料汁倒入鸡肉中。 这只鸡是1250克。 大家可以根据鸡的大小来调整料汁的用量。 继续按摩上五六分钟。 把酱汁给它涂抹均匀了。 鸡肚子中也要多涂一些,这样更好的入味。 放在冰箱冷藏腌制上半小时以上。 接下来,取一颗洋葱。 洋葱一定要在冰箱冷藏一夜。 这样子你随便切。 无论怎么切都不会流眼泪。 切成比较细一点的洋葱圈, 直接放入电饭锅中。 然后把它抖散。 把它平铺均匀了。 现在鸡已经腌制好了, 非常的入味。 上色效果也是非常好。 我们直接把鸡取出来。 鸡爪塞进肚子里, 把鸡放入电饭堡中。 给它整理整齐了。 锅底加入洋葱可以更好的去腥。 而且洋葱中还有大量的水分。 出水之后,鸡肉也不容易糊底。 把剩下的料汁还有葱姜都一起放进来。 不加一滴水,一滴油。 直接放入电饭锅中。 盖上盖子。 选择焖米饭键,焖上一小时。 要想让鸡肉更加的软烂。 弹起之后再焖上一小时。 哇,真的是太香了。 用筷子可以轻松的插头。 就代表熟了。 现在就可以装盘拧上汤汁。 这样做好的鸡, 无论是颜色还是口感, 一点都不比买来的差。 用电饭堡炸出来的鸡肉, 那可是色香味俱全。 现在你就可以直接吃, 但是为了让味道更加的美味。 我们还需要准备一口铁锅。 再准备上两张鸡纸铺进来。 往里面放入一小把的茶叶。 给它撒均匀了。 再撒上30克的白砂糖。 两小块的红糖。 往上面放上笼屉。 把煮好的鸡放进来。 就可以盖上盖子。 开中大火。 冒烟之后计时三分钟。 这个做法很多人都没有做过。 您可一定要收好了。 时间到了之后我们关火。 然后打开盖子。 哇,真的是太香了。 轻松的让您实现在家做出好吃的熏鸡。 直接把锡纸滴都上四个角。 扔掉就可以了。 用猪皮蹭一蹭就可以开锅了。 这样熏好的熏鸡,颜色红亮,底味十足。 四香味俱全,真的是人间美味。 真的是一鸡多吃。 那叫一个肉质软烂。 就连鸡胸肉也是鲜嫩多汁。 毫不夸张的说,真的是比鸡上的烤鸡还要香。 老少皆宜,如果你也喜欢,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我们下期见。